没想到 你完全不需要 孤的帮忙 就解决了 锦夫这个大麻烦 谁说的 你不也帮我 写了那么多信吗 给我们手 都写得起剑子了 就算什么呀 即便没有孤写信 你也搞得定锦夫 昔日殷商富豪统兵 大破戎笛 方有武兵中兴 又有忠悟宴 辅佐朝政 使齐国昌盛 由此可见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并非男子专长 所以你也不必觉得 有失颜面 的确刚开始 会有一点小小的不适应 但细细想来 智谋胆识哪分难逆 若因信仪之人 胜于自己 便心存妒忌 未免太事格局 也有失男儿本色 若是真男儿 当娶他人之长 补给之短 精进不休 为何这般看着过 我也对你 刮目相看 如今 穆夕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所有人都以为你便是真的野爪难 你是要继续留在穆夕 还是随姑回轩月 我 不急 你想好才会打鼓 嗯 可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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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